今天我们要体验的就是这台雪佛兰开拓者 50万以内外观最酷最炫的SUV 不接受任何反驳 那么说它酷到底酷在哪呢 首先来看它的前脸 像不像一台升高了的雪佛兰科麦罗 分体式的大灯设计 上半部分基本上就用来耍帅了 实用的部分交给了下半部分的这个 近远光一体的LED大灯 在这台RS版本上全黑的中网 全黑的这个金领节logo 再加上这个连镀铬都是熏黑处理的 从外观一看你就觉得不好惹 从侧面看有没有觉得这台雪佛兰开拓者 其实并没有那么大 那是因为它的参照物变大了 来看它的这个轮毂 足足21寸 车型的尾部还是突出了 美气车型一贯强调的这种力量感 再看它的细节部分 雪佛兰Blazer的这个名牌和上汽通用 都采用了一个熏黑的一个隐藏处理 留下的只有这个鲜红色的RS 虽然搭载的是2.0T的发动机 但是双边单出的排气造型 还是很有美式大牌的份 看完外观再进到车内 这种视觉上的冲击明显就淡下来了 毕竟它还是一部居家过日子的SUV 对吧 从它的内饰的用料带到设计 再到它的这些科技配置 我觉得用汽车媒体最常用的四个字来形容 就是中规中矩 当然买这种七座中大型SUV的朋友 可能更关心的是它每个座位上的这种 乘坐的空间表现 走我们去试一下 进入第二排我的第一感受就是这个坐垫填充非常的厚 坐起来也很软 我们再来看它的这个空间 前面已经调到我做好的一个设置好的一个坐姿了 我腿部空间还有这么多 而且它的这个地台也是几乎全屏的 我觉得这点也很不错 再来看它的这个配置 后排独立的空调调节 包括后排两个座位的座椅加热都有配置 而且它的这个后排的这个座椅 前后和靠背的角度都是可以调节的 在保证了第二排的这个座椅舒适的情况下 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第三排表现怎么样 其实这个价位很多七座SUV都是为了七座而七座 只是偶尔坐的小朋友可以 但这台开拓者 我觉得首先我坐上来的第一感觉 就是我真的是坐在一个车的座椅上 而不是一个小板凳上 它的空间 我觉得对于我这样一个成年人来说 也是可以接受的 再来说一下它的这个配置 这个独立的灯光和独立的这个空调出风口 我觉得这样的配置 我觉得还是挺贴心的 包括它的这个掏空处理 对我的这个头部的这个 也不会感觉到很压抑 唯一美中不足的地方 可能就是它的这个窗口 显得有点小 但是它的这个第三排座椅 我觉得真的是对乘坐成年人 也是有意义的 再来说一下它的后备箱 首先来讲它的这个电动尾门 它的这个尾门的这个开度 是可以在主架的门板上 有一个调节按钮 很方便一些身材娇小的女生 调到它一个很方便 很舒适的一个位置上 再来说它的这个储物的一个情况 在七座的状态下 可以放下我们随身的一些包 和一些工具箱啊 这些东西 那在座椅全部放下来之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 是不是很大 是不是很可观 到底有多大呢 这款车型呢 搭配的是一个2.0T的发动机 最大功率是237匹马力 与之搭配的是一个9AT的变速箱 我觉得这款变速箱 其实是一改之前通用变速箱 给人的这种反应偏慢的这种印象 它的换挡我觉得是非常的积极 而且动作又很轻柔 我觉得日常开很舒服 虽然这款车的外观是偏运动啊 但是你整个开下来的感觉 我觉得还是挺温馨挺舒服 适合家用的一款车 它的这个减震 我觉得是一个很轻松的一个调教 能让车上的每一个人的这个舒适 我觉得都能得到一个保证 虽然开拓者提供了两驱四驱 运动越野四种的这个驾驶模式 但是我是在全部体验完之后 我是觉得运动模式和普通的两驱模式 其实驾驶起来感觉并差别不是特别大 至于这个越野模式的话 你会舍得拿这么大这么薄的胎区越野吗 对吧 其实早在上个月的时候 我的一个朋友就在问我这款开拓者怎么样 他们是一个三口之家 爸爸是一个90后 也是被这个外观所吸引了 但是我说 问你说 30多万买一台这个雪佛兰SUV 我觉得一定要去试一下 我才知道 哎 值不值得推荐 但是我今天我试完之后 我觉得这个车子还是蛮的 嗯 谢谢大家